都说啊 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大数据的时代 这还一点都不假 大数据这个词呢 一直都是网上的热搜词 平时我们在淘宝亚马逊上搜过的物品名称 在搜索引擎上找过的内容 还有在微博微信上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 全都会被这些大型网站收集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 通过分析这些包含你个人信息 上网习惯 兴趣爱好等等信息的数据 他们就能够推测出消费者喜欢买什么 需要什么 然后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去开发产品或者服务 所以说呢 大数据可以称得上是当今市场营销人员的制胜法宝 有了它就更容易抓住消费者的心了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要想做好营销 打造一个成功的品牌 就一定只能靠大数据吗 这还真不一定呢 有些时候 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数据 同样也能够成为我们成功的契机 有朋友就会问了 我们都知道大数据 那什么是小数据呢 其实 小数据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些细微而却又有深意的小细节 只要你留心 在我们的周围都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小数据 你想知道怎么找吗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 Smart Date 直接的翻译就是小数据 这本书的作者 马丁·林德斯特伦 是一位品牌专家 不少的知名品牌呢 都会找他帮忙出主意 看看呢 怎么才能够将自己的产品更好卖 马丁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别人家观察着各种细节 希望从中发现他们的需求 想跟马丁学学怎么从别人家的客厅车库 甚至是抽屉里看出他们的购买习惯吗 想知道怎么抓住消费者的心 把产品打造成为人人想要的抢手货吗 那您一定得听完这本书了 相信听完之后 你至少会明白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几个问题 为什么说从冰箱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知道年轻女孩每天早上都发好几张自拍这件事 能有什么作用呢 最后 为什么吸尘机器人的说话功能很重要呢 朋友们都知道 大数据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词 它把某一个领域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比对 由此得出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特别是像亚马逊 淘宝这样的大型购物平台 这是大数据分析的用武之地 但是 你可能不知道 大数据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以我们自身为例吧 我们每天上网 逛淘宝 刷微博 看视频 点广告等等等等 然后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那么这些大数据能反映不同的人的不同喜好和品味 但是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能够通过这些大数据分析出我们的情感吗 不能对吧 所以说 大数据不能分析出消费者的真正需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网络世界当中 我们谁都看不见谁 人们往往没有那么通情达理 网络上的喷子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说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就算不是故意的 很多人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出口伤人 这就是因为看不到对方的反应嘛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够仅仅根据人们在网上留下来的信息 来推测他们的真实想法 虽然说 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分析出人们的消费情感 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个品牌来说 只靠大数据这显然是不够的 例如 虽然谷歌的算法 可以根据用户的文字输入方式和打字错误 来推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 而且这个准确率据说是可以达到70% 但是 如果单评从浏览器上收集到的数据 我们还是很难知道 一个品牌到底能不能让消费者有购买的欲望 然而呢 对于商家来说 挑起消费者的购买欲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也可以说 这是让品牌脱颖而出的关键 我们就拿宝马mini车为例啊 制造商就是因为抓住了消费者 对享受驾驶的追求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 既然人们在网上留下的信息 不能够完全反映他们的消费欲望 那我们去哪儿才能够找到足够的信息 来创立一个让大家争相购买的品牌呢 别走开 我们马上为您解答 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家是我们每个人最隐私的空间 家里的每样东西其实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不管有意无意 我们都在考虑如何布置房间 小到一双鞋的摆放 大到家具的布局 这些细节当中的信息 就是所谓的小数据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我们就能够推断出 房子主人的喜好和品味 事实上 仅仅从人们布置房间的风格 就能够看出很多 有关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达的信息 比如啊 一个人是简约风 还是民族风 性格是内敛 还是奔放等等 我们家里面放的照片 纪念品 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 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们平时在朋友圈 各种秀晒炫一样 家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能够透露出关于主人的信息 比如说啊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马丁 在巴西就观察到 当地人很喜欢在家里摆放各种啤酒瓶 他知道 巴西人是非常热爱啤酒文化 由此推断出 人们用啤酒瓶装饰房间 是为了表现出一种 轻松惬意 热爱自由的生活态度 除此之外呢 家还能够体现出 我们的需求和愿望 不过呢 这些地方一般不是给别人看的 比如车库 抽屉 还有冰箱等等 在西伯利亚 马丁就发现 很多人喜欢用旅游主题的冰箱贴 他觉得呢 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想要暂时放下生活的琐事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除了冰箱门上的东西 冰箱里放着什么 也一样能够说明问题 如果你把一些健康的食物 比如蔬菜 酸奶等等 放在冰箱里最鲜艳的位置 而把不健康的食物放在下层 这就说明 你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不满意 也就是说 你想要追求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说到这儿 朋友们应该已经知道什么是小数据了吧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些小数据来打造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品牌呢 既然小数据能够让公司更加的了解顾客 那具体怎么个了解法呢 又怎么有效的利用这些小数据的种种优势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首先我们应该客观的了解目标市场和它的社会文化背景 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跟当地的外来人员交流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等等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而且每天都在跟许多不同的人打交道 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市场特色 另外一个了解市场的途径比较直接了 那就是通过目标消费者 例如在给瑞士时尚女装品牌塔利维尔工作的时候 为了了解年轻女孩的穿衣喜好 做着让一群15到25岁的女孩子 把每天她们想穿的衣服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发给她 一旦对目标市场有了清晰的了解 那下一步就是要找出目标客户的特征了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那个例子 通过分析女孩子们提供的视频资料 作者就发现她们每天早上要花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闺蜜们商量穿什么衣服 再举个例子 本书作者在负责设计美国劳士公司的时候 发现美国郊区文化中一些比较特别的现象 他注意到郊区的孩子们都不怎么爱出去玩 而且那里也没有可以供人们集体活动的中心区域 另外呢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也在急剧的减少 那接下来就到最后一步 必须要找到问题所在 才能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 我们回到刚才劳士公司的例子 作者从空旷的教堂空荡的公共场所 总结出郊区缺乏社区生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鼓励劳士商场主 推出当地有特色的产品 这种方法用在塔利维尔女装品牌上同样有效 作者发现很多女孩子每天会在社交网络上发17张自拍 这非常的明显 因为这些女孩们非常想让别人给自己的穿衣打扮一些好的建议 所以在上面的两个例子当中 不管是缺乏社区生活还是急需别人的认可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针对这些需求制定营销策略 开发出一个成功的品牌 您能不能说出一个所有人都会赞同的事情呢 至少我就知道一个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自己欠缺一点啥 是吧 就像女孩子们永远都会觉得衣柜里缺少一件衣服 很多主妇永远都会觉得家里还得再添置点什么等等等等 那缺了该怎么办呢 买买买啊 所以说不论是哪种缺乏感最终都会转化成为购买欲 我们举个例子 有种叫做Rimba的自动吸尘机器人 有天公司的销售部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销量莫名其妙的开始下降 为了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们找到了作者马丁 经过一番研究马丁就发现 买这种吸尘器的人一般都不会把它收起来 而是让它一直在屋子里面到处跑着吸尘 主人呢 还会跟吸尘器说话 甚至给它起个名字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美国郊区缺乏社区生活吧 把这些观察结合起来 马丁就意识到 很多人买吸尘器机器人 是因为他们生活非常孤独 之前呢 吸尘器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 会时不时的发出 哎呀或者好了好了之类的声音 但是吸尘器版本升级之后 新版本就没有了这些声音 这么一来 销量便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消费欲望是市场形成的重要基础 因此商家只有通过满足这些欲望 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品牌 所以后来马丁就建议 让吸尘器的制造商 恢复机器人的说话功能 这样一来 主人们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故火然 吸尘器的销量 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吧 我们之前说过的塔利维尔女装的目标客户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 特别在意别人对她们穿衣打扮的看法 于是作者就建议 在店里的试衣间装上一些特殊的穿衣镜 她们既是镜子又是电脑屏幕 能够让顾客登陆Facebook 这样一来 女孩子们就可以随时让朋友们看到她们的搭配 通过及时获得朋友们的反馈和建议 她们就能够决定要买哪双鞋或者哪条裙子 这个举动无疑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塔利维尔的销量迅速上涨 品牌主页的粉丝数也是翻上了两番 提起巴黎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积美食奢侈品时尚余生的浪漫之都 让人向往 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巴黎综合征呢 它是指游客到某一个城市之后 因为经历严重的文化冲击而导致的一种心理疾病 在游客心目当中 巴黎本身就像是一个品牌吸引着人们到此一游 您看看 巴黎好的都让人生病了 事实上呢 很多好产品都会给顾客带来良好的情感体验 我们就拿苹果公司来说吧 他们的品牌不仅代表着高品质的科技产品 还代表了优秀的设计和革命性的创新精神 因此呢 很多购买苹果产品的人 希望把这些好品质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换句话说 他们买的不是产品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说啊 只要一个产品能够打好感情牌 那就意味着成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老师公司的例子 作者马丁了解到 很多老师的顾客都因为缺乏社区生活而感到孤独 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一点 尽力把老师打造成为具有当地特色的品牌 用商店的热情去温暖每一位顾客 打造出社区的感觉 结果啊 老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他到底是怎样把老师商店打造成为 暖意融融的社区呢 其实只需要一些小小的改变 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他建议在每个店里放一张富有当地特色的圆桌 方便顾客和当地农民进行交流 同时呢 孩子们还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切水果 另外他建议生鲜区的店员 用双手把肉制品递给顾客 来体现他们对消费者的关心和尊重 最后每只烤鸡新鲜出炉的时候 工作人员都要给顾客跳上一小段小鸡舞 就是通过这些简单的改变 很多顾客都觉得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那就是人们会用品牌形象来寻得和替代 他们生活当中缺少的东西 既然他们没有社区生活 那么温馨的商店自然就填补了这个空缺 所以说不管是谁都会有一些没被满足的欲望 通过观察人们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就会发现他们的需求和愿望 那么利用这些小数据 我们就能够打造出吸引消费者的产品和品牌形象 只要他们知道自己的欲望有可能得到满足 那么就会心甘情愿的掏腰包了 那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明白了小数据的用处了吧 以后在制定市场战略的时候 我们除了参考大数据之外 可千万不要忘了 这些最能够反映消费者需求的小数据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本小数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